監督政府 持权出拳 持权最近 戴上拳击手套 象征国会女力 权力出击 不过这口号怎么喊的 有点落差 对空挥拳还不够看 李燕秀自备沙包 重磅出拳 还不忘猛彩高家雨痛点 女性对自我的保护 性别平权也好 这个都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也欢迎 这个高委员一起跟我们来练拳 可能对我们来讲 是有点讽刺的意味 那我觉得对我们来讲 其实所受过的这些经历 或者是伤痛 其实当然一直都在 但是不要在受害者的伤口上撒烟 蓝绿双书隔空开战 从女权议题到立任表现 都针锋相对 在这段时间 她还是不断地唱歌 我觉得民众给她四年的机会 她也当过议员 也当过立法委员 大家可以就她过去四年的 立法委员的时间 跟李燕秀过去在立法院的四年 大家可以对照做一个很好的比较 所以赖金德才说 这个唱歌害到我 怕我这个越唱越好去当歌手 或者是说大家只注意到 高家雨在唱歌 可是会忘了说我们这个 不是只会唱歌 会问证也会做事 对内得面对犯律分裂的压力 对外还有蓝营对手李燕秀 步步进逼 高家雨用尽全力 要守住港湖女神宝座 最近新闻 观言庭桑其他采访报道